洪都拉斯的这个状况 我想那个情况并不是很好 那对方有跟我们提出高价的这个所求 那由于我们不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 认了我方与洪都拉斯邦交伪在旦夕 据传洪国13号曾向外交部所讨约25亿美元 同时也向中国伸手要了60亿美元 疑似拿台湾当筹码 两边都受双边建交关系 有关于这一方面 事实终于会理清的 中国的状况 中国介入的痕迹非常的明显 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台湖关系不乐观 恐怕已经到了摊牌阶段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我看到怎么听说 我们有做各式各样的这种评估和沙盘的推演 那目前的情况都没有排出 那我们对所有的这些状况也都有紧密的掌握 外交部还切而不舍 但中国也动作不断 洪国外长已经率领特使团出发前往中国 讨论双方建交事宜 的确有出发前往中国的这个讯息 我们都有掌握这些相关的讯息 有关于洪杜拉斯的这个状况 看起来那个时间点并非巧合 而是经过精心的安排 吴钊燮口中的精心巧合指的正是被洪国断交时间点 恐怕会选在蔡总统访美期间给难堪 如果在过程里面被断交 那会涉及到就是你蔡总统在飞机上还是在国外 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沙盘推演 我们的紧急应变机制都有 除了外交之外 另外还有涉及到任何的这个国内可能的这些状况 我们都有紧急应变的这些措施 中国选在蔡英文访美期间 让台湾友邦变14-1 无疑是重重一拳 近新闻黄轩许佳瑞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盛敬美 敬好新闻